中国多款先进武器装备 首次现身国防白皮书 为什么说中国这一项优势 其他国家并不具有 因为人口上的优势 中国从上世纪末开始 就被称为是世界军事强国 但实际上 直到我国新一代武器装备出现之后 这个称号对于中国来说 才真的实至名归 由此也可见 中国最新的这批武器装备 到底有多么强大 因此 当中国第十部中国国防白皮书中 首次写入了我军主战装备型号后 其变得尤为引人关注起来 加大淘汰老旧装备力度 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装备 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 这应该是当下 我军正在急切进行的事情 这也表明 中国各军种的能力 都将朝着更高的方向走去 其中 15式坦克 052D驱逐舰 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 以及第五代战机殲20 这几款我国海陆空 以及火箭部队的主战装备 也是首次出现在白皮书当中 可见 中国军事实力 确实是全方位的增强 同时通过白皮书 我们还知道 我军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 有一项其他国家 所不具备的优势 通过公开的资料 我们可以知道 这些主战装备 都是由中国自主创新 在整个设计 以及相关新技术上 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其中 殲20和东风26 都是在去年才开始正式服役 殲20 东风26等装备 首次出现在国防白皮书中 意味着 这些装备 不仅已经可以大批量的入列 并形成战斗力 进行全面实战化训练 从服役到现在 成为主战武器 实现全面实战化训练 他们走完全程 也才过去一年多一点时间 要知道 在西方国家 这个不花个几年时间 是不可能完成的 也正是从这一方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 中国在武器发展的优势 尤其是相比西方国家 在武器的研制生产方面 中国是要比西方国家优秀得多 殲20 东风26的能力 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国际上 尤其是美国的认可 美国亲切地称东风26 为关岛杀手 并且还专门仿制了 一个殲20的模型 以对其进行研究 这也就表示 中国的先进装备 在研制完成之后 不像西方国家那样 总是出现各种问题 从而导致在批量生产 形成战斗力方面 受到很大的影响 延长了他们投入在这上面的时间 也就是说 当中国完成一款 新的武器装备研制之后 可以立马投入到 下一款装备的研发生产中 而西方国家 却因为陷入到 不断修补问题的死循环中 而让他们在下一款装备的研发上 将继续落后于我们 这正是我们所具有的一项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